歡迎大家收看 BALANA UK DECO 今天帶大家來到 Manchester 的東邊Joyston 去看一看我們最新完成的裝修項目 先跟大家說一句不好意思 因為附近有些工程正在做 看到有些噪音在 說回這間屋 這間屋是業主委託我們出租的 接下來這間屋是會出租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租屋的朋友 就留意一下 這間屋我們做了什麼工程呢 包括了全屋的油漆翻身 外牆的一些維修保養 地毯那些都換了全身 一會兒入到屋就可以再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除了這些之外 出租我們都要符合英國出租的法例要求 去做電及 gas的 safety certificate 出一些 cert 和檢查一些電箱 做一些 smoke alarm 上去 就可以符合這個條件出租的了 好 看回這間屋 這間屋在前面有個 driveway 這個位置如果拍得好些的話 拍兩架車都沒問題的 前面有一個花園仔 那些屋子都已經換了全身的了 看到全身的屋子就是這樣了 好 進去之前我們先看看屋子的外牆 因為這間屋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收樓的時候 看到那個外牆有些磚都有點爛 所以我們就出租前當然要去修補 這些我們已經找師傅去做 去修補所有的磚 除此意外之外 除了修補磚之外 其實這些窗的話 如果是舊屋的話 都要比較留意一下 它窗上面有沒有一條橫樑去撐住磚 這間屋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就加上一條鐵的Lintro橫樑去 去繩住磚 之後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好 繞一圈看看 其他窗都有類似這些情況 這裡也是 看到上面的比較新的磚 就是新製造的 除此之外 我們也做了一些防水工程 看到一些新的折膠在窗邊 下雨的時候也不會怕漏水 然後就進去 這間屋也有很多 很大的窗 這些我們全部都做了 租客就可以安心入住 不用怕舊樓會漏水這些問題 我們在入住前已經解決了 好 我們先進入屋子看看 好 進來 這間屋子 我們還裝了一個新的警告 上去的 如果有留意買Home Insurance的朋友都知道了 一定會問你有沒有裝這些警告 當然有是最好 進來後有個燃燃在上面 左邊是客廳 我們進來看看 看看 這個客廳 看到市市正正 非常之好放家具 這邊 很大的窗 彩缸 絕對沒有問題 非常之好 對 看到我們的業主 就是幫你的家具全新 全部都做了油漆 很新鮮 好 我們繼續 這邊是廚房加飯廳 看到這個廚房很新鮮 立即搬進來住都沒問題 看到那個狀況 好 這個位置可以放飯桌 另外樓梯底有個雜物房 Boyla 都在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清潔用品、雜物 在這個位置就最好 好 我們帶大家上去 樓上有三間睡房 是我的 全部都鋪地毯 這些地毯就全新 來到就不用擔心 有味 或者各樣東西 有漬 沒有的 全新的 還有這一款地毯 是厚身的 踩上非常之舒服 冬天就 絕對不會過得動 好 進來右手邊 是廁所 廁所 廁所 全部都齊了 抽氣線 花灑 浴缸 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是有虛放毛巾的攝影器 這些是很流行的 在英國 全屋由七 當然包括廁所 好 我們先參觀一下睡房 第一間睡房 不小的 絕對放到雙人床 這裡看回後面 自己花園 全屋翻新的油漆就是這樣 好 我們先去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就大了一點 這間主人房 來的 試試正正 絕對好放家具 這些睡房 放完雙人床之後 再放櫃都沒問題 還有這些房子 樓底很高 空間感是非常之不錯 好 最後 有一間比較細小的房子 第三間房 這間房子 看回外面前軟 這間房子雙人床就不行了 單人床 最好可以做書房 或者衣帽間都不錯 對了 好 如果 各位朋友有興趣 在Manchester租屋的話 記得 聯絡我們的同事 中澳部同事 大家如果對裝修維修 需要找我們幫忙 都很歡迎找我們 今天去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我們過了中秋 都開始凍入英國早晚 大家記得多穿衣服 喝多點水 今天就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Balana UK DECO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